俗话说烧的香多惹的鬼多 经常烧香真的会沾惹不干净的东西吗 很多俗语乍一听像是一句迷信 但是仔细了解其中的含义和背景之后 却往往不得不让人惊叹古人的智慧 那么这句流传了成百上千年 如今依然被人们口口相传的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民间人们对鬼神观念十分垂崇 烧香拜佛的现象更是非常普遍 所以早在皇帝神龙时代 人们便开始烧香 表示对鬼神的尊敬 在一些重要世界 更是会不辞辛劳地跑到附近的寺庙上想 希望用自己的诚心 能够打动上天保佑自己升官发财 有关于烧香虔诚的俗话说 忧心烧香无论早晚 用来表示烧香拜佛只是一种外灾的形式 只要时刻对鬼神保持敬畏 神仙也不会在意你有没有去真的烧香 然而很多人把该烧的香都烧到了 把该拜的佛也拜完了 自己做过的那些恶事 便能够得到鬼神的原谅 妄头通过这种形式 让自己心安理得 不去检讨自己的行为 反而肆无忌惮地做坏事 所以古人警告我们 烧的香多 惹的鬼多 凡是不能停留在字面意思上去理解 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句话 虽然看起来只是封简迷信 但是却是在告诫一些人 不能一边烧香拜佛 一边犯下丧失人性的罪行 表面上对鬼神敬畏处处理解周到 北帝里却丧尽天良无恶不足 这是对鬼神的欺骗 心诚的一炷香 抵得上心不成的万炷香 烧香拜佛 拜神拜祖等都是心诚则灵 真正的修行在于内心 烧再多的香 即使做不到知行合一 都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和原谅 举头三尺有神明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 越是在佛前表现的虔诚 下场越是悲惨 不见拜不到佛 反而会惹来鬼 因此古人留下的俗语 是在警示和训诫后人虔诚心证 不能太过于行事 以至于虚伪 对于心里的祈求 过于追求行事 否则最后便会导致 烧的香多 惹的鬼多的结果 报应甩也甩不掉 烧的香多 惹的鬼多是什么意思呢 在湖北一带 还有一句类似的俗话叫做 晒骨势机 烧香惹鬼 难道烧香多了 就会被鬼神找上门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鬼往往比神要小 是各种生物死后所产生的现象 乏力大小不一 甚至某些鬼魂 还怕人等阳气充足的事物 曾经在一个地处偏远的山村里 有座庙 虽然又樸又小 但是却有两个鬼神在此居住 享受为数不多的香火供奉 村里有一个人 平时在庙前路过 无一例外的都会进来烧香磕头 神情严肃 前程卑职 而另一个人呢 平时路过山庙 都看都不太看一眼 仿佛在他眼里 这座庙和普通的房子 没有任何差别 直到有一天下了大雨 他无处容身 只能躲到庙里避雨 大约过了半晌 雨终于慢慢停了下来 回村路上 有刚被淤属于冲刷的小水狗 没想到这个人 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见状 折坟跑回庙里 搬了一个神像 当作垫脚师架的小狗上 方便自己踩过去 也不弄脏邪袜 按照正常故事的发展 这名先是对鬼神不问不问 后来则是大不敬的人 必定会遭受鬼神的天前报应 而那个经常烧香的人 必定也会无灾无难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经常烧香的人 总是被鬼神刻意降灾降难 而那个躲雨的人 却没有任何报应 久而久之 其中一个小臣就问大神 为何要对虔诚上香的人 降效厄运 对鬼神不敬的人 反而不管呢 大神回答道 经常烧香的人 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鬼神存在 只有不时降灾 又经常使他的灾难消除 才能使其不断来庙里上香 进而他就会更加虔诚地烧香 但是那个不信鬼神的人 就算是要了他的命 他也不会跑来烧香 求鬼神放过他 因此放在古代而言 信则有 不信则无 烧香可能会引来更多的小鬼 也是这个道理 就像大家发现 平时自家院子里 没什么鸟光顾 但是秋收时 亮晒盗谷 就容易引来群鸟酌食 所以古人便有了 食不烧香 拜鬼平安无事 香烧多了 就容易引来更多的鬼的想法 你相信鬼神 就会被鬼神侵扰 你要是不信鬼神 鬼神便不会奈何你半分 这也是所谓烧的香多 惹的鬼多的另一层意思 俗话说 神三鬼四 为何只能烧香 只能拜三次 难道拜四真的会惹来鬼吗 还有一句邪厚语 烧香惹鬼焦 好心不得报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从传统文化中看来 人们烧香祭拜的时候 包括神灵 地旗 人鬼 祭拜家里的神像 比如造王爷和财神爷 一般都是祭拜三下 但是给祖先上坟时 在坟前祭拜的时候 有的是拜三次 有的是拜四次 所谓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三属羊 代表着天地人 及一切众生 而四属阴 人们烧香磕头 向来是拜阳 补拜阴 此外还有三拜生 四拜死的说法 给在世的掌位行 跪拜礼的话 需要磕头 叩首拜三下 如果去祭拜 去世的亲人 就需要拜四下 古人给鬼烧纸时 也是四张纸一起烧 给去世的人烧香石 也是一次性烧四柱销 祭祀时 神灵摆上三盘供品 祭祀亡灵 则用四盘供品 四的谐音是死 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人心中一个机会 如果要是给老兽星 磕头磕四下 就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冒犯 会被人看作是一种 不尊敬 或者是诅咒 老人往往比较看重礼节 如此必定会惹人不远 如果说拜四要出事 人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每一次的烧香 必定会有所求 寻求心灵的寄托 安慰和忏悔 也会烧香拜神 也就相当于 每次在和不同的神灵的 进行对话 招惹得多 难免就会无暇顾及的态度 久而久之 自己便不能静心 寻求一处的前程 鬼也全非恶鬼 神也全非善神 因病结乱投医 而自己还不停地 给不同的神灵烧香 自然容易招惹 不该招惹的鬼魂 这个惹就是招惹的意思 有句话说得好 父母本是在世佛 何须千里拜灵山 与其把目标和希望寄托 在虚无缥缈的鬼神身上 当不如自己尝试改变自己 科学研究表明 鬼魂只存在于人们的大脑里 也就是说 鬼魂只是头脑创造的假象 闹鬼都是环境和心理作用造成 是人们普遍产生的一种幻觉 其实对于这类事情 个人心中有个人的看法 虽然做不到统一 但是还是应该有所基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